大家好,台湾目前有一个新的动向,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情况比较紧急的 美国现在已经完成了等于是他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就是宣布军事介入台海 他一直要做这个准备吧 换句话说他应该是铁了心的要对台湾宣布 等于是武力元台或者叫武力的帮助台湾巨统 这是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前应该是中方获得了确凿的确认 然后在中方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前就确认了 在阿拉斯加会议上中方等于是明确的向美方表达了自己的关系 同时还有一个动向我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独家的,全网是独家的 中国很有可能防止美国把北约拉进台海战争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 解放军要面临北约军队了 那么解放军怎么办呢? 解放军队,大家知道前两天咱们国防部长刚到塞尔维亚 去了塞尔维亚,马其顿,西朗 大家看这个位置,这个典型的就是针对北约 我觉得这个和我这个重磅消息马上公布这个重磅消息 大家要冷静 中国很有可能等于是要派自己的军舰或者是自己的部队 自己的部队有可能要驻扎在塞尔维亚或者是希腊 中国有一个军港,有一个海港 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会什么呢? 会在塞尔维亚建立自己的基地 但是这个现在是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我了解的情况是咱们的国防部长已经去了 前往塞尔维亚 目的也非常明确 与塞尔维亚谈这种合作 未来有可能是中赛要举行军演 那么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针对北约 那是中国的反制 针对北约 那为什么这么紧迫? 我告诉大家 我今天是做这期节目就是想通知大家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因为美军已经完成了他的一种包围 有一个重大信号就是 美日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前完成的一个公文的签署 就是公开的一个声明 就是美军会什么? 会军事介入钓鱼岛问题 美军军事介入钓鱼岛问题 有人说这个与中国台湾有关系吗? 就有重大关系 这是一种交换 就是美军用军事介入钓鱼岛问题来保护日本利益 来做一个交换 交换什么呢? 这种隐蔽的交换 外面也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日本最关心的是什么 不是钓鱼岛是台湾 等于是美国通过军事 确认军事保护钓鱼岛 保证日本利益 也变相的与日本完成一个交易 让日本在台湾有事的时候出兵 去支援台湾 就变相的替美国完成这个任务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着日本 北约包括澳大利亚 下一个就讲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也是 最近有一个重要消息 就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考虑 关于台湾有事的时候出兵的问题 这个难度不大 澳大利亚毕竟是 这个安鲁萨克逊这一派 海洋明明这一派 所以这个难度不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紧急状况 就是什么 北约日本澳大利亚联合出兵 他们都要替日本 替美国当打手来什么 来针对台湾 如果是有军事冲突来出兵 也就是说美国呀 很有可能 在不远的 能看到的今年以内 有可能就会宣布 对台湾 或者明年宣布 对台湾实行军事联盟 军事同盟政策 就是说一旦签署军事同盟政策 像美日军事同盟那种 同盟写在书面上的条约 那时候就有法律效力 那个时候就是 等于是要是什么了 就是公开的标态 要就是西方台湾 我觉得很有可能了 这已经是我觉得是八十的概率了 近期美国和日本相继的 都有代表派到台湾 然后最公开的一个就是 帕劳美国大使 陪同帕劳总统访问了台湾 这个背后呢 其实是一个阴爪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美国驻帕劳大使 陪同帕劳总统访问台湾 其实是好像感觉是帕劳与台湾的关系一部分 但其实是什么 跟美国政府有确讨的证据是有关的 他走这么一招 其实是想了很久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想要报复中国 报复中国 关于这个蓬佩奥卸任之前 那个联合国代表 被中国解放军彻底给震住了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武统了 但是走到一半 他退回去了 所以等于是他要找回面子 所以他就通过这么一招 让自己的帕劳的这个大使出访台湾 也是给自己网回面子 但这个事情啊 其实象征意比较大 但是啊 其实还有一些理子 就是这位大使 他有一个什么呢 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以前的身份 这个大使以前是什么呢 这个大使以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相关的顾问 美国驻台北洋地区海军陆战队顾问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大使啊 他来台湾绝不是为了帕劳的关系 应该说是什么呢 未来啊 这个帕劳 你看他的第二岛链 也是未来美国要在帕劳建军事基地 那台湾呢 应该是在第一岛链 换句话说呢 他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啊 我觉得 就是要谈 未来由帕劳 对台湾进行支援 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如果想在 台湾地区要做军事支援 军事动作 军事行动 包括亚太地区 他有一个必经的之路 就是第二岛链 或者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 夏威夷 他从夏威夷要中转 中转到第二岛链关岛 然后再从第二岛链关岛 再中转 中转到日本 再从日本再去台湾 他必须要一步一步跳 那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他就准备从第二岛链的 这个帕劳 直接基地 进行支援 进入台湾 这是他的一步 换一下说海军乱队 有可能就是先的部队要去 这位大使应该是谈的是这个合作 包括什么呢 包括美国和台湾海军合作 这实际是变相让台湾部队 台湾的武装 台军等于是合法的一个外衣 等于是参与到美国在整个 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协防工作 他都要台湾亲自参与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明确的 对台湾武力进行支援的一个步骤 大家其实要看清 他已经开始动作了 所以咱们这个武统 我觉得是应该提前了 应该要提前了 如果你让美国人 与台湾签署这个协议 我觉得什么都晚了 包括最近日本 等于是背着中国突然间 与美国签了关于钓鱼岛协防 我觉得中国等于是吃了个哑巴亏 但是这种交易中国是阻挡不了 但是也看出来了 日本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 也是向美国投降了 但是美国这招其实非常 我觉得是 怎么说的加引号高明 因为日本 你看这个交换日本用钓鱼岛的安全 让美国帮助自己 对钓鱼岛安全作出承诺 来换取什么呢 换取日本对台湾有势 出兵这个承诺 但你里外里一看 日本这个交换 其实对日本非常不利 日本就变成了一个 从一个 就美国从一线直接跳到二线 日本就直接变成一个 一线直接战斗贵 为什么那么说 钓鱼岛是个无人岛 你说中国对钓鱼岛 你说出兵占领概率和台湾 这个岛出兵占领的概率 你说哪个高 我觉得很多人都明白 台湾岛一定是概率更高 就是说什么 美国出兵保护 钓鱼岛和美国和日本出兵 替美国出兵 占领台湾 你说哪个概率高 肯定是台湾概率高 换句说美国通过所谓的交易 看似很公平 但实际是不公平 就美国成功的把日本拉下水 所以日本人其实被出卖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日本这些政府非常失望的原因 你只有在我这能听到这种分析 我看很多咱们的同胞 有人给我留言 说了这个 说了这个谁 说海外有些华人 包括那些海外这个 YouTuber他们这些 这些有名气的 这些反共 反华那些人 他们在分析 还有人 就是什么来着 这个 引用金灿荣 怎么致美 等等 你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加拿大的YouTuber 我不说谁了 大家都知道是谁 但我看完他那个推介之后 我看了一眼 水平不高 水平不高 他也去分析金灿荣的想法 我觉得水平不高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都 就是他没有什么水平了 只能不能说 至少跟金灿荣比 还是没有什么水平 但你看从我这 又比金灿荣 我觉得还有 还有更深一步 想的更深一步 我告诉大家 这是 这是现在谋国者 中国的谋国者 美国的谋国者 日本 所有 等一线这些政治家 现在在想的问题 你在我的频道 都能 直接 看到 现在在发生什么 刚才讲了 这个美国现在 拉拢完日本 我觉得已经把人钉钉了 这个事 就是日本一定会在台湾 我之前做很多期了 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前 我做很多期 就日本一定会出兵了 很有可能就是 要在台湾再抗一次日 日本陆军肯定要登陆 咱们解放军打的应该是 准备着 学点日语 要跟日本人干 因为日本是无核国家 所以中国解放军 还是常够武器干 所以中国也要解放军 要准备象征 而且对日军的象征 我觉得那时候一定很精彩 一定是 咱们有很多人要报仇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 痛扁一寸的日本 这是日本 已经完成了 美国已经完成了 再重复 美国已经完成了 拉拢日本 给自己颠备 换句话说 美国要躲到二线 看你中日斗 然后美国到时候从背后 可以给日本贷款 借款 最后日本签一批购债 还可以继续当债务 就是要干这个 下一步他又拉拢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现在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他拉拢这个 这个反华 一个长 一个长期的反华势力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你看亚太 澳大利亚和日本 已经拉拢了 拉拢印度 我觉得先不靠 因为什么 中印陆地边境这块 应该是 印度也觉得自己 等于是当冤大头 他不愿站 站在这边 那他拉了谁 拉了北约 北约 现在拉过来 但中国紧接反制 咱们这个 国防部长紧接着去塞尔亚 我觉得这个非常明确 信号 就是你如果敢对台湾 这个地方 进行武装支持 那么 我就对塞尔亚 有可能要驻军 换句话说 有可能在希腊 咱们希腊一个港口 也要主任为 应该是要建基地 咱们海军要长期载 在亚大利亚海要航行 我觉得这个是北约 就是意大利就变前沿了 非常有趣 意大利 法国 地中海一带 就变成了前沿了 咱们在地中海 可是还没有军港 所以这个北约 应该是 也不希望看到 他不希望看到这一幕 所以他也很紧实 但我觉得 美国人应该能做成 能做成这件事 能做成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北约非常弱 因为北约现在是几个成员国里边 欧洲应该是非常弱的 现在非常弱 很有可能连欧元都美了 所以他现在 被美国这种利诱 我觉得 就是美国人成功的变成一个二线国家了 他你看他非常聪明 打仗用小弟来打 然后呢 自己让小弟借自己钱 最后小弟欠一批不战 然后呢 你们这几个国家打 跟中国一起打 然后中国和这些小弟欠一批不战 美国再放战 然后最后再搞一次酒菜收割 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美国 原来我美国欠你们所有国家一批不战 他把债务权都搞在一起互打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么说你可能更能理解 比如说两个武林高手 对吧 中国和美国 中国的媳妇 台湾等于是被美国霸占 然后呢 这个媳妇中国要往前抢回来 怎么办呢 等时期成熟吧 把孩子养大 但是呢 这个美国人啊 美国人看到 马上孩子要在养大 那这一家人要团聚的时候 怎么办呢 他派自己的小弟 日本 还有派成澳大利亚 那边还有一个远亲 山那边的这个北约 跑这个中国这家人口啊 这家人这个门口啊 这个闹事 等于是围着这个媳妇 围着这个媳妇 天天转圈骚扰 也不让你干预 等于是这个 找这几个小流氓来混 但这些小流氓也不傻 也不愿意替老大干这些傻事 对吧 那这老大就想个办法 就是跟这个日本说 你呢 等这个中国来抢自己媳妇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去替我拦着啊 不让他抢 你跟他打一下啊 那要做什么交换呢 我帮你保住什么呢 保住啊 你和这个啊 这个中国啊 他们之间有一个钓鱼岛问题 我帮你把这事摆平 就一旦他抢你钓鱼岛啊 我揍 他抢你这个 你们家的一个啊 一个东西吧 我帮你揍他 但是呢 他如果抢啊 这个他自己的媳妇 你帮我揍他 就这么个交换 看似 看似很公平吧 其实不公平 大家知道这个媳妇肯定要抢 你们家宝贝没人惦记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看似啊 这个交换啊 实际是啊 是把这个日本这个小弟 成功的骗到了什么 骗到了自己 就是马上就要发生战争 这么定 中国售后台湾是板上钉钉了 把日本成功骗到这前沿来了 要跟中国打一架啊 打一架 同时呢 还要给日本借钱啊 放债 然后最后你欠一批债吧 我以前欠你钱 是不是咱们就一笔勾交 美国人算这笔账 其实很精明啊 还有一个债主 是什么欧洲啊 把欧洲也拉过来吧 反正能打架点 现在全球能打架 能把这个仗打起来 好像还是欠一笔不债 能欠这么大钱的仗 也就跟中国打 中国打现在唯一的 能打的点就是台湾 所以美国拼命的 把欧洲 就是把所有欠账 欠账的 这几个大股 全拉到中国 你看中国 日本 欧洲 这几仗打完 美国就不欠任何人钱 非常有趣 反正死一个 我就不欠人钱了 死哪个我都不欠钱 非常有趣吧 你看美国人很聪明 就是你要借屁股债啊 你可以把这 自己债主啊 搞到一起 我胡斗 这债主死一个 你都说 好 你都 都减精一份债 对吧 你看美国人坏不坏 我给举一个生活例子 你可以看出啊 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 美国马上又搞成了 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还是很聪明 但是呢 你在我这儿啊 我觉得你逃不出我的发言吧 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你是 对于日本啊 对日本 澳大亚 我觉得干成了 但是对欧洲 欧洲到底想不想 我觉得他这个动机啊 动机 欧洲人应该是没看明白 但是德国应该有一部分人能看明白 但是呢 欧洲比较复杂吧 欧洲比较复杂 日本能够陪美国啊 一道接入泰海战争 现在已经确定了 美国现在拉盟友进入泰海 第一步 第二步是将亚太的阿多亚 印度 加拿大一同绑上这个战车 你看 还要将大西洋那个北约要拖下水 完成这三步之后 美国就将军事介入台湾战略 由模糊转向清晰了 直接宣布军事介入泰海战争 一旦这个军事介入泰海战争之后 咱们武统啊 我觉得就麻烦大了 那时候就宣誓什么呢 就你要向一个有核国家寻战 那个时候 其实非常危险 咱们一定要在那之前 换句话说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三步走 你说光有日本豪特利亚 我觉得美国还 还不敢宣布 这个 对这个 泰海军事介入 因为什么呢 他还缺 还缺一个强有力的支援 就是北约 他在亚太的能力 还够不上 够不上 所以目前来看 就差北约了 如果北约也完成 这个任务了 那么 确定要接入的话 那么中国在北约 与美国签订这个 纸面东西之前 要立刻武统台湾 澳大利亚肯定没问题了 我觉得 因为他一直有 是冷战思维 而且是反华 非常积极的 所以咱们要准备 准备 解放军 要什么 要面对日军 澳洲军 还有这个北约军队 在台湾这种挑衅 也就是说咱们一定要在 北约进入澳大亚 北约澳大亚军队 进入台海这种争端之前 要完成武统台湾 我觉得是个重要信号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一些 绝密信息 一线的信息 就说咱们有可能 光顾部长去塞尔维亚 我觉得 这个应该明确信号 就真的北约 也就是警告北约 如果你要是 胆敢在台海地区 制造紧张 很有可能咱们 反制就是在塞尔维亚 驻军 或者是有联合的军事行动 也不排除在希腊 希腊有 咱们的港口 要派军舰 那个时候就非常有趣了 你可以看到非常有趣了 其实北约的战略状态 战略的态势 就是在非常危险的状态 意大利和法国 就直接变成一线了 但这个俄罗斯当然高兴了 所以这个非常复杂 你看那里外里利益交换非常复杂 北约一定需要一个巨大巨大的诱饵 然后被美国骗到台海 日本就是因为钓鱼岛给骗过来 美国支持钓鱼岛安全 那么北约想要什么力能够交换 他出兵台湾 我觉得这个利益就巨大了 咱们解放军要给他加一些砝码 所以咱们广部长去了赛尔亚 我觉得北约现在决心没下 但总的来看是危险的 美国快要得逞了 换加说 美国现在对台湾这种军事武力支持 公开化 我觉得是非常明显 武统台湾 咱们是一贯坚持 我觉得咱们马上就要看到那天了 再重复别 解放军很快就要武统 为什么 美国马上应该是要完成他的说法 要公布自己武力介入台海 这种等于是公开化武力介入 以前的模糊化取消 完全公开化 这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咱们千万千万不要诱着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武统台湾一定越早越好